今天来杭州旅游的朋友会发现 西湖长桥 运河拱尘桥等地方 突然来了许多旗袍美女 原来今天是杭州推出的全球旗袍日 向世界推荐杭州 上午11点 杭州西湖长桥成了旗袍王国 舞蹈 司主 走秀 中外旗袍爱好者在这里留下自己最美的影像 向世界推荐杭州 西湖的话有像断桥那边有荷花 女性穿着旗袍在那边赏荷花 那种场景也挺美的 然后穿着一把那种有紫散 已经成了西湖美人了 我很明显就可以看到就是杭州 因为有这个薄橱塔 感觉我是就是中国的一个美女 运河拱尘桥上 今天也出现了旗袍美女的身影 为了能在这场盛会中展示出杭州风采 旗袍爱好者们对着装也是格外抢究 像眼前这位黄女士就特地和旗袍队的伙伴们做了一身 桂花旗袍 这些旗袍爱好者中既有六七十岁的杭州阿姨 也有二十出头的外国留学生 还有不少人把自己的姐妹都喊来了 看眼前走来的就是一对旗袍姐妹花 我们两个是双胞胎 她大十五分钟 我们杭州的人也美 我们景色也美 那么旗袍丝绸方面的更有独特的美 杭州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丝绸产地 又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丰丰厚的城市 至今仍然保留着不少古建筑 这些旗袍爱好者们表示 也正是这种氛围让他们更爱旗袍 杭州全球旗袍日是今年杭州旅游推广F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杭州 德国汉堡 英国伦敦 澳大利亚 悉尼等地都有中外友人穿着旗袍进行表演 所有这些精彩瞬间 最终将通过图文 视频 网络直播等方式 向全球发布 推荐杭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